有快十年了 很久了吧 有喜歡的女生但是也沒有去表白過 為什麼不表白 我覺得也沒有那個必要了 因為可能重心就不會在感情上面 就是我自己的身體不好 然後還要另外一半這麼痛苦的來操控 其實心臟就是這樣子 就是 他其實如果要治療的話 是很難做到痊癒的這個部分 現在只能維持 用吃藥來維持現在的狀況 會有生命危險嗎 暫時是不會有 可能對我來說就是 家人比較需要關懷、悲伴 所以對象我就好像沒有這麼的積極 是從你會到現在都是什麼 差不多 差不多 大概七年了 我忘了耶 大概 快十年了嗎 很久了吧 在中間都沒有 是有曖昧 對 有喜歡的女生但是也沒有去表白過 或是 對 為什麼不表白 我覺得也沒有那個必要了 因為可能重心就不會在感情上面 現在我的重心應該都是在家裡 這也有關係吧 就是可能就是我自己的身體不好 然後還要另外一半 就是這麼痛苦的來操骨 這樣 追求者唱你的歌追他 你OK嗎 哇 我會先 有什麼給我的愛啊 什麼裝置我先死 你們兩個你知道嗎 就可能飛梯吧 啊 飛梯 不行啊 不行啊 那他們的歌也不行 先看看這個人的品格怎麼樣 還要看品格 對對對 他女兒應該想怎麼辦 七人可以減進嗎 蛤 幾歲 18歲以後吧 還要等多久 一個人會哭暈在廁所 還要六年 但是其實我覺得我女兒 她對感情現在應該還好 因為她常常都陷入在一些 日本動漫上面 喔 所以 我爸爸都是最後才知道的 對啊 真的嗎 好 那我從現在開始觀察了 我來回家看看啊 謝謝